你怎么还跑到我们公司这儿来 这要是被我们主编看到了 我就完了 我又不怕他 我怕呀 你不知道他可难伺候 所以说嘛 你更应该换一家 更适合你的公司 这是我们严格最近一年的成绩 还有作品 虽然不着急让你做出这个决定 但我觉得 还是需要让你先了解一下 我有个问题 好 你问 我资历浅 经验又不足 你到底是看上我哪一点啊 我看中的是你自己 看不到的那份潜力 对于设计师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热情 我相信一个随身会带着真线包 同时知道每一份布料来历的人 一定是对设计充满了热爱的 你要给自己一些信息 同时也要相信我们严格的造型能力 再好的设计师也是需要包装的 那我还能再问一个问题吗 好啊 黎金是你为妈妈设计的吗 嗯 等一下 喂 朱朱 朱朱 在哪儿 没事吧 你先别着急 我一会儿先回家 然后过来找你好吗 快来宝购面馆啊 你先忙 回头我会把这些资料都发给你的 记得好好考虑一下 嗯 行 哎 你们在搞什么 这一步怎么能在地上呢 这这这这 大迪你怎么教的 哦 紫禁紫禁 来来来 快啊 来来来来 你垃圾桶一定要放在这边吗 我去倒是 我去倒是 一会儿我去倒 我去倒 为什么刚才记得会知道路任的事情 哦 是是是 朱朱朱 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路任哪 有一篇稿子 他已经上新了 你看一下 这 你不会念吗 路任的学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路任教授禁止他们看Chick杂志 教授是这么说的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Chick杂志并不是一本时尚杂志 只不过是把一些流行元素堆积在一起的画册 要知道 时尚和流行并不是一个概念 这个人太没有文化了 你这 去找奥林匹克泡咖啡 好 主编 您真是贵人多往事 您把奥林匹克 不是开除了吗 小柚 大哥 小柚 怎么回事啊 打电话也不接 快急锁了 对不起嘛 我昨天喝多了 你喝酒了 你没被欺负吧 怎么可能 是我童小柚被欺负 你童小柚是怎么了 你可是倾国倾城的小 行行行 我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的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你能用什么好消息啊 我还是先听坏的吧 我辞职了 你不是被开了吧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好消息 陆言之邀请我去严格当设计师了 这是喜事啊 包哥 点开 来了 还是老样子吗 不不不 这次我们得吃点好的了 等会儿 巴子还没一撇呢 万一明天又变卦了怎么办 机会来了你就好好把握 你这一句欢迎的怎么回事啊 不是 宋主你想啊 你看我这辈子 什么时候这么顺利过 万一又有意外怎么办 大姐你又来 我都看好了笑容 一切的事情 已经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 所以你就大胆放心地往前去吧 真的啊 整理好心情 大胆地向前冲吧 好 冲 你 这是要准备冲去哪里啊 嗨 陆言之邃 你怎么来了 我刚好来找包哥拿我那天 落下的工具 你好 你好 谢谢你啊 不用客气 我能包到你就最好了 好 是 还有什么顾虑吗 主编叫我把这两条项链给解开 解开倒是挺简单的 主要是这两条项链 长得一模一样 我都不知道哪条是他的 我也不能问他 一问他就又要出到他的眉头 就这么点小事啊 小事 主编说了 这个项链比我的命还重要 那 项链给我 项链给我 其实这两条项链啊 虽然它的吊转是一样的 但是链子上在做的时候 有一点小小的瑕疵 但是时间比较紧了 所以我就没有换一条新的 好了 这条是你要的 这条是我做的 这么聪明啊 谢谢 真的谢谢你 救命之人 不用跟我客气 你出的项链的画稿 我来执行 所以这是我们俩的合作 不存在谁帮谁的 你借你的工具用一下 你借你的工具用一下 但是合作款 就应该留下我们名字才对 TL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